李勇朱军崔永远都是央视名嘴,网友李勇朱军崔永远的时代已经过去管道号娱乐新闻Glanta World。 央视的一些节目陪着观众度过了不少的美好时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如今那些曾经带给观众快乐的节目主持人也随着岁月老去,他们当中甚至有的不幸去世, 只有他现在过着令人惬意的生活。 说到央视曾经的著名主持人,相信大家一定会提到近日频频登上热搜的崔永远。 崔永远曾为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1996年以实话诗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受到欢迎。2003年7月开始主持,小崔说是2009年崔永远既主持,又主演了电影传奇。 近日,崔永远因因,冯小刚再次开拍手机2,忍无可忍,将矛头对准冯小刚,刘振云,范冰冰,此次事件也是不断升级更新,由于崔永远始话诗说的性格也被人称为是一个正直的人,此事爆出之后,也得到了大众的一致支持。 而从最近采访中看到的崔永远,却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这也看出了这件事对她的伤害确实很深。 罗金也曾是央视新闻联播的节目主持人,对于她的印象应该是较未深刻,曾经每晚七点都能看到她为大家播报新闻。 罗金也以其过硬的厌恶素质和沉稳大方庄重的播报风格赢得了业界和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并创造了25年无差错播报的佳绩。 不过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罗金在2008年7月被确诊胃淋巴癌并暂停工作入院接受治疗,期间还接受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和化疗。 却仍在2009年6月5日造成婴病去世,中年48岁。 大家对于朱军的印象应该大都停留在春晚的节目主持上,朱军从1997年开始连续19次主持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在2015年4月26日,央视确认朱军主持《星光大道》与尼格买提搭档。 2016年再次成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 多年来,朱军以其儒雅的外表和敬业精神陪伴着观众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春节。 李永远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1998年开始出任主持人、主持节目又《幸运52》、《非常61》、《梦想中国》、《永乐会》等。 2011年到2013年连续三年担任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主持人, 被认为是央视最有价值的综艺男主持。 李永远跟其他几位著名主持人最大的区别,除了一头卷发之外,就是他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 这一主持风格作为央视主持人来说,还是尤为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 而如今的他已经减去了他那一头卷发,显得清爽帅气,更具魅力。 这几位都曾是央视的著名主持人,现如今都已经老去,你还记得他们曾经的风采吗?